如果要打破砂鍋問到底的話 其實就要去想說 VBA有哪些函數 可以去判斷 L4就是 什麼呢 跟V-day一樣的 以色用的函數裡面有沒有 對應的VBA的函數是 V-day 當然有啊 另外還有這個 就是說我要怎麼去取得L3 就是剛好是 這個上面日期的 下個月的倒過來一天 老公這個地方 又講不完後面 可能太多東西要講了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找一個 函數裡面的日期函數 自己去看一下 或者有Excel VBA的字典 或者是相關的東西 也可以再參考一下 或者是說這個部分因為之前有同學問 所以我就直接就 寫出來了 這個是第二個我剛剛寫的 這個萬年利二這個 是我改X的部分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 OK 然後再來 這個是另外一種寫法 用AND寫 偶爾可以寫對不對 AND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這個給各位參考一下 思考一下 就是 偶爾是判斷說 不輸出的 那如果說你判斷要輸出的 不就好了 要輸出就剛好顛倒邏輯 一個是這邊跟這邊不要輸出 一個是這邊幫我輸出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因為其實不外乎寫程式 就是邏輯判斷 OK 所以方法很多 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也許A寫是這樣子 B可能就寫這樣子 OK 那哪一個比較高竿呢 看起來好像是 這個比較高竿一點 因為他少了 有沒有 少了Ls 對不對 但是問題你要想到就是說 將來你要自己看得懂為原則 不是很高竿這樣 因為我以前 在剛開始學寫程式的時候 我一定要寫的程式 非常非常高竿 非常 感覺好像 非常有 就是要寫得很漂亮的程式 後來我才發現那個 說真的漂亮又如何呢 誰會care 當了工程師之後 每天KK 寫得很棒的程式 老闆一點也不care 老闆要看的是 你就很快幫我做出來 一個穩定的東西就OK了 所以這裡的話呢 那後面還有一個是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你可以用那個什麼 就是在VBA裡面的 比如說我們要取得 取得那個weekday 還要取得什麼呢 取得那個我們的 比如說e-day的對應的函數 在最後一個畫面 這邊有最終 我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VBA的最終版 最終版就是之前有同學問的 所以這部分提供給各位參考 也就是說這裡 最後這個是完全不靠什麼呢 不靠那個range L3跟L4也可以跑完的 有興趣同學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OK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喔